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集中找一些赢家 特别是十四五规划 里面提到的市场 亦可能忽视了 或者是未完全反映的一些投资机会 回来说业绩 我看第一季 哪些旁业的盈利争复最强 譬如是资源相关 有些是通讯服务 有些是IT相关 又或者是消费概念 如果我把这些再安排 你所说的十四五规划里面的主题 里面的主题通常是新型消费 又或者是医疗相关 绿色经济 那些东西 你有没有一个最值得推介的 哪些行业会好 我想看回十四五规划 带来有什么投资的机会 而目前市场的股值 就未完全反映 因为我们要找还有股值重股的空间 当中其实十四五规划 强调内循环 而内循环里面 我们觉得最有投资机会是新消费 以及科技升级 特别是我们看回现在 中国也要聚焦建立核心科技的自主性 先提到中美关系 既没有好转 而特别在科技的战略性竞争方面 预期都会继续持续 因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趋势 这也反映了在中央现在的政策 就是未来五年都会大幅地投资 在科技升级 以及工业的基础建设的投资 所以可以预期科技硬件 以及科技相关的公司 其实在国家政策 推动数码基建的投资方面 会令到很多科技硬件公司 会看到有一个相当利好的发展机会 同时科技升级 也跟现在中国强调 要加强绿色科技发展息息相关 因为中国已经明确承诺 2060年要达至碳中和 到2030年的碳排放要达到峰值 这是一个相当进取的指标 因为如果要达至这个指标 可以预计在再生能源 以及电动车整个产业链的新增投资 都会相当庞大的 换句话来说 整个绿色科技 包括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 整个产业链进入高速增长的周期 所以这里也带来很多新的投资机会 你这些概念里面 譬如是藤能呱呱呱呱 譬如汽车相关的升级等等 其实它们也是一些消费版块里面 比较大的一个区域 而新消费 其实也是很多市场人士 最近都不停讨论 不停说的 但消费其实涉及层面太大 你买车也是消费 你服务买衣服买鞋也是 又或者你餐饮也是 你送餐那些都算是新消费 阿Van你又会怎样看 这一个区域又是不是你的首选之一 我会建议今年去尋找新消费的投资机会 就要把它拉阔一点 因为2020年基本上市场比较单边 聚焦数码消费 亦都与封城和社交距离的限制 令到大家都要依赖线上的消费 这个数码转型的大趋势 其实都会继续 但是因为去年 其实消费投资的热点 就很集中 就是在互联网和数码消费相关的板块 但是到2021年我们预期 因为中国也都大力去推动 就是疫苗的接种 以及预计一些社交距离限制的一些规定 也都会逐步它要放宽 那满国人来说 就是一些传统的消费产业 包括比如旅游 就是国内旅游 看电影 餐饮 娱乐 这些其实也都会逐步恢复正常 那这个就会是下半年的亮点 再加上因为其实个人消费和服务业 其实现在还是落后于工业 就是制造业的复苏 所以有得追落后 所以这一方面 我们预计下半年 就会有追落后的空间 包括一些 比如喝尿 一些白酒 啤酒 这些投资机会 盈利复苏会带动到重股股值 都是 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留意 这一段agog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 这一段agog